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不打烊 Tony庄制作主持 O主耶稣 求你离开我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只想黯然独自生活 任凭我空留下悔恨 你和声间非凡潮脱 掀出身子光辉 我却如此悲逼软弱 与你无疑能匹配 在复活中 你来遇见我 一生即像我是恩赐 我不懂 为何不放弃我 始终还记得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烊 今天Tony在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到一位 非常著名的歌手 周梓涵 梓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来介绍他的新专辑 呼求 今天真的很开心 子涵就住在我的旁边 我想就请子涵先打个招呼 Hi Tony 还有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子涵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子涵最近出了这张专辑 而且跟以前的专辑不一样 这张专辑其实是一张合集 是笑容大哥 廖伟凡大哥 跟我还有另外一位歌手 四个人一起共同 录制了一张的诗歌 福音诗歌的合集 所以这张专辑是因为上帝而唱的 可以这么说 哇真的很特别 整个专辑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方向 就是作曲或者是编曲作词的部分 其实福音诗歌跟一般歌曲 并没有说真的太大的差别 当然只是在歌词上面 我们当然很多是 对上帝献上一些赞美 还有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怎么样透过信仰 然后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帮助 其实都是一些抒情歌曲 其实跟生活上面其实还蛮贴近的 所以编曲这方面 这张的全全都是施孝荣大哥 他的创作 那词曲的词呢 都是大部分都是 就是一些弟兄姐妹 还有很多专业的 也是创作者 他们这一次共同集体的创作 那音乐走向呢 就是当然了 很有这个施孝荣大哥的那个曲风 民歌风 对有民歌风 但是也有非常就感觉 管轩乐这种大 很大气的 那也有非常轻快的 也有比较偏中国曲风 然后也有非常的 那个让人家觉得很出行摇滚的 所以整个听起来的话是 曲风是非常的丰富了 哇真的很特别 我等不及想听听这张专辑 呼求 我们先来听听这张专辑的音乐 我们待会呢 回到节目当中 你会听听这张专辑的音乐 你会听这张专辑的音乐 往事追不回 因为心已破碎 才感到你正安慰 如果再有个机会 我只愿做你的宝贝 祝耶税 祝耶稣 你比万事万物都宝贵 只要我活着每分每秒 都是机会 可以爱你爱得好成罪 做你的心感宝贝 成为我生活 唯一所归 哦就给我一个 爱你的机会 因为夜这么黑 才知道星星有多美 因为流许多泪 才知道往事追不回 因为心已破碎 才感到你正安慰 如果再有个机会 我只愿做你的宝贝 祝耶稣 你比万事万物都宝贵 只要我活着每分每秒 都是机会 可以爱你爱得好成罪 做你的心感宝贝 成为我身体会 成为我身够唯一所归 成为我身够唯一所归 成为我身夺唯一所归 成为我身夺唯一所归 都是機會 可以愛你愛的好沉醉 做你的性感寶貝 成為我生活唯一所歸 Oh 就給我一個愛你的機會 Oh 就給我一個愛你的機會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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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牺牲自己 用爱来寻觅 将我永在怀里 永远不放弃 但你牺牲自己 用爱来寻觅 将我永在怀里 永远不放弃 每当走入荆棘 伤痛将我摧毙 只能呼求求你 爱我到底 我到处寻你 你在哪里 问题总是 总是忘记世家的你 你在世家这里 我若爱着你 就与你在一起 此生不太义 在世家这里 我若爱着你 就与你在一起 此生不太义 每当走入荆棘 伤痛将我摧毙 将我摧毙 只能呼求求你 只能呼求求你 爱我到底 我到处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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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我到处寻你 爱我到处寻你 你在世家这里 我若爱着你 我到处寻你 我到处寻你 就与你在一起 此生不太义 你在释迦这里 我若爱着你 就与你在一起 此生不他意 就与你在一起 此生不他意 好子涵 好久不见 到底这几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音乐上好久没看到你了 是除了没有出版专辑以外 行程也还是蛮忙碌的 就是比较不像过去在出唱片 那个时代宣传期 每一张唱片只要一推出 就要做宣传 你看一旦只要不出唱片了 所以当然那些的通稿作息 就会有一些改变 专辑发行离现在将近 有十年没有出专辑 十年了 真的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就是所谓的网路兴起的时候 因着科技 所以大家都很自然而然的 就不会去买CD了 就觉得好像不太需要都从网路上下载 非常方便 所有的歌曲都可以一网打进 所以出版新歌在唱片公司来讲的话 制作成本压力跟宣传费用就非常大 尤其是宣传费用 你看电视台变得这么多 可以有100多台 如果每一台都来跟你要广告的话 你想想看那个广告的费用 还有平面的媒体也开放 所以整个环境改变之后 所以唱片公司就转型 那时候转型就去做了 另外一个新兴的行业就是做动画 所以你后来去做动画 对 后来要转型动画 因为公司就是跟另外一位 也是当时在常常帮我拍MV的张荣贵导演 合作开了一家春水堂娱乐动画 原来就是阿贵 所以阿贵跟你有关 是 阿贵当年的阿贵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办公室 简单的办公室里面 大家在那边聊天 然后就是炒创 就是创意诞生的阿贵这个人物 然后他的眉毛大小 他的脸蛋怎么样 就是大家在讨论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然后造了一个阿贵 然后呢 然后因为自己过去就是 蛮喜欢做广播的嘛 所以常常就会在那边学声音模仿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就把阿贵 那整个幕后的team们 就是我带着他们录音 创作 就是谁扮演阿贵啊 谁扮演李老师啊 就是我们自己全部都是 就是非专业的录音的 这个工作人员 自己就是同事之间 我们就每一个都被我抓来试音 然后我们就创作了阿贵啊 还有阿贵的妈妈啊 这些很多这些角色录音 然后我就负责写了很多的 就是脚本啊 然后给这个动画师他们去画 所以真的不讲的话 没有想到你 后来就到这个动画界里面去了 对啊 在那边其实都是在幕后啊 很有趣啊 是气压劣址的录音啊 然后扮演很多角色啊 还蛮有趣的 对 其实你一路上也看到 这个音乐的市场的改变 我相信你当时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正是台湾这个对音乐的需求很高 而且买CD买TAB 对90年代 那算是这个音乐发展 中后过的一个高峰期 所以你从高峰也看到改变 看到改变啊 对啊 那十几年间就是 很多唱片公司也大起大落嘛 那时候我真的是 盗版的也多 正版也多 可是呢 大家好像是 后来一段时间在打击盗版开始 我们不是有加入一些IBI跟那些的 阿口音乐组织啊 就会比较致力去反盗版 可是呢 这个效果并不张 那尤其是到了中国大陆 那那个那时候也是盗版更多嘛 其实常常我们看到 我们只要我们这边一出版专辑啊 隔两天夜市里面就都可以听到你的新歌 再没隔几天 你到大陆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我们的专辑唱片 现在更厉害 现在直接网络就放上去 无名的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了 直接download下来完成了这首 他用你的名字出唱片 可是播出来声音不是你的声音 那种的所谓的口水歌的种都有 都有 哇所以你都看过了 都听过了 因为有时候在内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他们根本没见过你的人嘛 你真正的声音他们也不那么熟悉 只是知道有这首歌有这个人 可是这个歌跟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合在一起 他们也不能判断 哇所以一路上你真的是经历到这个高山低谷了 对啊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行业 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有它的难处嘛 所以在音乐这个环境 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啦 只是说撇开这些问题啊 你若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 还是有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 对不过讲到这个喜欢呢 我想你后来重新十多年以后才出传辑 这张呼求一定跟你的生命有关 我当然是抱着一个比较平常心 因为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 都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服饰嘛 就是做一些工作啊 那我自己本身学音乐 所以在教会当中 一般就是像带领的金拜团啊 师班啊 就是带领的会众 大家一起唱歌 所以长年来我一直都没有离开音乐嘛 都不断的在诗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服饰 那出版诗歌也是觉得好像 毕竟自己会唱歌 唱歌的这个恩赐 我们讲也是使上帝给的嘛 当然就要用来就是 帮助人也服侍神啊 也荣耀神 所以在出版这歌曲的时候 就觉得说不能随便好像 觉得好像你只要唱开心 这那个心情会比较不一样啦 当然是轻松 但是就觉得很 你会觉得很战兢 觉得说这个歌要献给神 也希望透过这些诗歌能够介绍给很多的好朋友 他们或许过去没有信仰 但是透过听听不一样的子涵唱的歌 让他们有一种新的感觉 愿意来接触看看 我们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所以真的很美 我在想我应该是很 我算不算是比较早拿到这张专辑的 应该是最早了吧 因为一般刚开始这个片子才刚刚出版 我刚刚才做好 所以还是乐的呢 我拿到这张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真的是 也谢谢子涵姐 愿意让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 对啊 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 可以真的是 算是最早在广播当中播放 真的好感动 我一定会努力的宣传 首播 好不好 我想我们继续再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 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祝你是好某人 当我陷入最海密集 当我陷入最海密集 你亲自来将我寻 把我带回归羊群 祝你是好某人 随我处处都欲观尽 但离岸故事相近 用爱来心预处都欲观尽 用爱来心应静静 祝你是我的后母人 带我出黑暗入光陵 不许进入永远向你一门 你为我舍命 让我活得更丰盛 你永远拥着我孤身 不让我迷失在黄显夜里 所以我追寻这交通信 细细听你为舍向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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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在光山月裡 所以我卻尋著一角蹤行 細細聽你為誰向前行 難度你還好 詞曲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拍照 《風呂阿裏》 《風呂阿裏》 我向你呼求 你必应允我 我深知自己的软弱 只盼望你的保守 有时我会疑惑 有时想要逃脱 主啊求你不要放手 我不愿再一次坠落 我成何等人 全是你的恩 而今默然挥手虔诚 才知你爱我至深 失去脸上泪痕 脱离黑暗下沉 主啊求你做我命灯 引领着我过此一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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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曾见你 心被你吸引 若问谁成就这事情 除非是神你自己 于是我心所以 只愿定尽于你 主啊求你 主啊求你 扶持不离 使我向你忠心到底 你做我生命 你做我生命 我做你说明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这是你永远心意 所有 chains 所有黄爱儿女 彼此相爱相吸 主 hum 主我求你 此耳垂天 我们等候你的降临 所有我爱儿女 彼此相爱相信 主我求你 此耳垂天 我们等候你的降临 主我求你 此耳垂天 我们等候你的降临 我求你 此耳垂天 我觉得那个意境呢 感觉上就好像是一只羊一样 我感觉我自己 是啊 如果听众朋友 你对羊有认识的话 羊当然是很温馴的动物 很多人很喜欢 可是羊呢 其实是一个 胆子很小 然后呢 其实呢 它是没有方向感的 而且呢 它是超级大进士 视力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 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是他草场上面的羊 所以他在牧羊人 你可以想象的一片草场上面呢 然后那个牧羊人赶着羊 羊群就跟着牧羊人 低着头吃了草 每一只羊都跟着前面那只羊低着头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跟紧一点的话 或者是说呢 你就是到处的 东张西望随便自己乱跑的话 你只要一离开羊群呢 你就很容易走失 因为羊就是真的没有方向感嘛 然后视力又不好 如果帮你们带到外面去 牧羊的地方呢 如果又是一片旷野的话 我看你可能真的找不到路了 所以呢 我觉得说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有一个依循方向的时候 有一个跟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安全 但是我们一旦脱离了这个 这个被保护啊 然后当自己的行走在旷野当中 就很容易出问题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如果呢 我们觉得好像 自己觉得还不错 自己有些成就 自己有些努力 然后你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往往你就会脱离了这个 在一个约束一个范围当中 就觉得说 好像我自己还可以更好 我自己还可以做的更多 就是往往会觉得 好 反正人定胜天 这个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灵 靠自己努力可以成就很多事情 但事实上呢 很多时候我们偏离了方向 在那个正途上面 甚至呢 受到环境 比如说 我们在演艺圈里面 是 大家都觉得说 我在这个圈子 只要努力 我就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成绩 但事实上演艺圈就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是这样 演艺圈你再多的努力 有时候你的机遇时机不到 或者是那个时间的流行 就刚好不是你的那个tone 或是你的型 像我看过太多 很多非常优秀的艺人 非常会唱歌 可是当那个年代 他就是流行那种 卡哇伊很唱歌的 玉女歌手 实力派 就是 那他的外形 如果并不是那么的玉女的话 可能在某一个阶段 就不那么被大家认同 我亲眼看到这段阶段嘛 就是说早期从 金睿杨 林慧平那个时代 对 到后来就是差不多我们那个年代 同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 可是因为受限在外形啊 电视制作单位也会常常 就觉得 很挑的 他们很挑 觉得这个不够美 那个不够俊 或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可是你看时机一直转变 到了近几年 什么怪异的歌手 都出现对不对 都想不到他会走红 但是就 没错啊 你看他那个外形 你觉得好像 是这样的人 在当年可能没有办法出片 可是现在不管 只要你有实力 你有机会 都可以出道 但是真正能不能红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保证 有些看不见的双手 对 所以我们就是更清楚的知道呢 就是上帝一路带领我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我最起初不是要走这条路的 可是很奇妙的 反而是上帝就带领我走到 我一直都是从世幕后的工作啊 不过这个真的蛮好奇的 就是一般人应该也不知道 子涵原来你当时进到这行 不是你的人生计划呢 是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没有当年 当年当然啦 我觉得你大家都有年少轻狂 那段时间 而且当时的时候给我们感觉 到现在都一样 都气质美女欸 对未来大家 我想没有这么多的规划 我怎么样 总是觉得说当时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我当时我学音乐嘛 所以当时只是很单纯觉得 在音乐教室教小朋友钢琴啊 很单纯啊 但是误打误撞的那个唱片公司 就要应征工作人员嘛 然后就学校的学妹 就是同学校国光益校的学妹 他们有在这个蓝牌唱片 有接触过 就是有去参加新人争选啊 有去参加过 所以呢 那时候他们公司要出片 要应征工作人员 那老板说 最好是学音乐的最好啊 你推荐你们学校 结果他们就找我说 我们毕业了嘛 学音乐的 要不要去唱片公司上班啊 我想说唱片公司要做什么 他说反正就还蛮有趣的嘛 都跟音乐有关系啊 有艺人啊什么的 他就叫我去看看 我就去看看啊 没想到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 我只想说 我对音乐制作啊 会广播很有兴趣 如果可以参与音乐制作 学习也是 也是自己的本科嘛 觉得还蛮好的 就没想到那个老板看到我 就说 你是学音乐的啊 那你就不要排除 将来走到目前的可能 后来想说 哇会碰到诈骗机场 就回去很害怕 那个时候就有了 对我就跟他说 哦没有没有 我这兴趣不在此 我要教钢琴 我就拒绝他 后面想到 他们就还是不死心想说 你们来嘛 反正现在来工作学习看看 还那么年轻 不要那么快就下定论嘛 来看看 这是他们公司很单纯的啊 好我就这样 真的很单纯吗 那我就看看 就我发现唱片公司真的很单纯 很单纯 唱片公司呢 就是最保护艺人 哦 因为艺人就是他们的财产啊 也是他们的最最重要的这个资产 资产 对所以呢 他们对艺人保护真的是 但是就所有的事情呢 把艺人训练好 也从来没有从你口袋拿出一块钱 嗯嗯 然后呢所有的打点的把你装备好 嗯嗯 把你做了很多训练 嗯 把你照顾好 又有保姆又有宣传 时刻刻不会有坏人接近你 也不会有任何的应酬 所以呢 嗯 唱片歌手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 幸福 对 真想不到欸 我觉得现在如果跟现在的歌手讲 他都直呼不可思议啊 对当年的歌 呃特别我们唱片公司也是特别单纯啦 嗯 老板比较比较日式的 日本派的那种 哦 从歌领一路出来的嘛 是是是 所以都是当然比较传统 所以当然也是应对进退啊 还有保护艺人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都做得非常好 不过我们再继续回到这张专辑 嗯 是不是我们来特别介绍一些 你特别有感受的歌曲呢 好我们唱了一首歌曲呢 我跟另外一位黄芳明姐妹一起合唱了一首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 嗯 嗯 叫做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就是当我们经历很多事情之后啊 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会觉得很多事情 尤其女生都觉得啊感情是我最重要的 嗯 婚姻是最重要的 嗯 另一半是最重要的 可是当你经过经过生命很多事情 成长过程当中 你就知道 其实所有一切 事上所有一切都会改变 嗯 不管你 你掌握的再多 你拥有再多的感情 就是人都是 会因着环境啊 年老啊 或是时间长久 都会改变 嗯 所以呢 如果今生你要好好把握的呢 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这位神 只有他是真的 其他 天地万物一切都会改变 只有他是不改变的 哇 真的好想听这首歌 非常轻快一点 民歌的风味 OK 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如永远生命的门 因你为我舍命 让我活得更丰盛 你也永远远的我无声 不让我迷失在光线月里 所以我追寻这一角踪行 细细听你为谁相见心 每一 prêt 都在地下 魂中国粑子 不,不,不,不 twitter 刚成 Zither Harp 主耶稣你是我的主 你将永远生命给了我 我将我的爱情全给你 我将我的一生全给你 主耶稣你是我的主 你将生活力量给了我 我将我的幸福的幸迁给你 我将我的意志献给你 除你意外我无所遇 除你意外我无自己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我只求失去在你 除你意外我无所遇 除你意外我无自己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我只求失去在你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主耶稣你是我的主 你将永远生命给了我 我将我的爱情全给你 我将我的一生全给你 哦 主耶稣你是我的主 你将生活力量给了我 我将我的幸福的幸迁给你 我将我的意志献给你 除你意外我无所遇 除你意外我无自己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我只求失去在你 我只求失去在你 除你意外我无所遇 除你意外我无自己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我只求失去在你里 《天空之笑》 雨光之笑有多少流反 你是否感到疲劳 雨光之笑有没有笑脸 你是否感到疲劳 雨光之笑 老路繁忙相互风一般 命令陈旧如云烟消散 恩怨情一丝夕阳风光 更生悲欢离得去散 早有余的时间 不能过去长沉 雨光之笑不再有你我 找到了人生方向 夜空化身 此下真平安 是你我永远恒惑 夜空之笑有多少流反 你是否感到疲劳 天空之笑有没有笑脸 你是否感到疲劳 你是否感到习惯 不能过去长沉 夜空之笑有多少流反 夜空之笑不再有你我 找到了人生方向 夜空化身 此下真平安 是你我永远恒惑 在远恒惑 天空小秀 风至光之笑 风至光之笑 傲如繁忙 眼妙衪 明力陈旧如云烟消散 恩怨情一丝隐 人生悲欢离合聚散 早有与你世间 不能过去长长 一步只想不再有迷惘 找到了人生方向 别的化身 此下真平安 只替我永远徬徨 呼求周子涵的新专辑 子涵我想这张专辑 刚刚的音乐我们也听到了 我相信你一定在这张专辑当中 有一些配合的弟兄姐妹 那是不是有一些让你很难忘的故事呢 这张我觉得很特别 当然是主要是从发想 一直想要制作这个福音专辑 也是我心里一直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嘛 当然我们也常常不能因着 因为一路走来都知道都是上帝的带领 所以我不会用自己的方式觉得说 好我现在要做一张专辑 我就要怎么样做 我就是真的是祷告寻求神 就神时候到了他就开路 在今年呢我也在那个中央广播电台 有接了一个广播 那在春酒的时候呢 居然就碰到了施孝荣大哥 他也是另一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 那过去他在我的专辑唱片当中 也都帮我写歌 然后我们很多年没有没有碰到 但我也知道我们彼此都已经回到主理 然后也上过他在goo tv的节目 那他就邀请我说 我们应该基督徒要多读点圣经啊 我们应该多一起来查经啊 还有一个查经的小组在他的音乐教室 我们要不要参加 我就说哦好啊 然后他说你来看看嘛 但是我想说 对查经也是有很多的渴望 希望多点更了解圣经嘛 去参加 就真的觉得在那个当中有非常多的收获 然后他就分享说 他的音乐的这个计划 要计划今年要再出版一张音乐的专辑 他想说 我们都是在主理服饰唱歌的人 要一起来唱这张专辑 我就说好啊好啊 如果有适合 我就随时他就找我嘛 哦 然后他就不断的就开始在 酝酿这样专辑啊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辛苦过程 不过还是如期的 不管是收集歌曲啊辞曲啊 那我们唱的我们就很简单 因为这样 现在出版唱片呢 不像有唱片公司支持啊 就全部都是 DIY 要DIY自己出现 那你看作曲作词 编曲录音 所有制作过程啊 整个完成到一直到通路啊 去分享 或是这样 这个后端的销售 全部都要自己做嘛 嗯 所以那个是小龙大哥 花了很多的精神 嗯 那也谢谢廖伟凡大哥 也知道 他这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但是也非常爱主 嗯 那这一次呢 我们一起在很多地方 有一个巡回的诗歌的感恩的分享 嗯 透过很多包括我们唱名歌 唱我们自己的成名曲 嗯 然后一直介绍我们的一路的音乐的历程 生命的历程 嗯 到最后就介绍这张最新的诗歌专辑 嗯 那很很特别就是 我们到每个地方啊 都是都都可以 呃 比如说卖CD 嗯 或者是贴海报啊 介绍啊 可是特别很特别 就是我们到一个场合呢 嗯 那个地方就是规定很严格 不能卖CD 也不能贴我们的海报 也不能 就是完全让人家自主的 嗯 就是我们发票以外 让他们进来参加 嗯 而且呢 大家如果有参加过任何的演唱会 或是表演 都是前前一天 甚至是最晚也是下午 就是晚上表演 表演下午就要去彩拍啊 做这些的那个录音啊 这些就是那个 那个所有的器材要就定位嘛 嗯 对去啊 可是那些完全都没有办法 我们七点七点半开始的 我们六点钟 他才把那个大礼堂的门打开 让我们进气 所有的器材真的大 人羊马翻 来不及 紧张的不得了完全 所以那天出场的时候 真的是很紧张 心情很不好啊 对会担心 但是我们就一直祷告 你知道那天就是很紧张 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到时候也没有对key哦 也没有走位哦 所有都没有 我们就是祷告 就这样就上场了 都没有rehearsal 完全没有 甚至有的机器 可能机器都还没有热 灯光都还没有setting好 但是呢 嗯 就是很奇妙的 当然中间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嗯嗯 可是那一场是我们这几场下来呢 最温馨 最最感觉台上台下 最没有距离的一场 OK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状况 我们都觉得啊 那观众一定会挑剔啊 你们怎么不专业啊 或怎么样 可是真的都没有人有任何的声音 甚至时间也delay 嗯 就是因为装台的delay 然后但是呢 台上台下的互动啊 就是哇 真的很温馨 就反而拉近了观众的距离 跟台上的距离 大家的互动啊 然后当天有很多人啊 啊 音乐我们的师哥也愿意 接受耶稣 哦 然后走到前面来 我们觉得真的一切都是 就是上帝掌权在当中 我们人担心都觉得说 这个不够好 那个没有预备好 嗯 我们心就会慌 可是只要上帝在我们的当中 他掌权 他做事情 我们都不用担心 嗯 所以呢 即便我们 我们都担心说 啊 会不会人 就是嫌弃我们 这个不够好 那个不好 但事实上呢 反而大家的那个心都敞开的 嗯 反而就是用一个最真 真诚自然的一个方式 跟我们在互动 所以效果还意外的好 哇 真的很棒 而且也确实跟以前 你宣传专辑这个感觉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哇 真的很棒 我想最后一点时间 嗯 是不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有什么活动 好 最近因为这张专辑 一连串我们会到全省很多地方 那我想听众朋友 如果可以听见的话 我们在十二月份 也是耶诞节的季节嘛 所以在十二月的二十二号 是礼拜天的晚上 是 对 在竹北的演艺厅 哦 竹北的演艺厅 对 竹北演艺厅 有场演出 如果你要锁票的话呢 就欢迎来电话 或是跟 Tony 来索取 我们的票非常有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免费入场吗 对 免费入场 哇 好期待哦 你可以听到我们 唱很多的歌曲 然后有明歌 有诗歌 有很多的分享 欢迎你当天可以一起来 好 我谢谢今天子涵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我无法受伤害 不过忘不懈怠 要让世人知道这一种爱 主耶稣 我的慈爱 我爱你 一笔写爱 我的土 倒下你爱 我的土 倒下你爱 直到我 全心成爱 我不怕受伤害 不过忘不懈怠 要让世人知道这一种爱 的人知道这一种爱 本 granny还有的福能 清楚我吝啥 遗有什么 jewel 想复得 AGA 你让我怎么觉得 満属性 request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我没聚 我没聚会 若是他爬过你的心魂 你就知心主的阶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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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贊名 有意追逐 都会改变 他是我没借 我没卿会 若是他打过你的心魂 你就在心主的阶段